中華民國刑法第80條規定了追訴權的時效期間,也就是法律允許檢察官對犯罪行為進行起訴的時間限制。 超過這個時間,檢察官就不能再對該犯罪行為提起公訴,除非有特別的法律規定。 條文 第80條,追訴權之時效期間 1. 追訴權,應下列期間內為起訴而消滅 1. 犯罪重本行為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30年但發生死亡結果者,不在此限。 2. 犯罪重本行為3年以上10年未滿有期徒刑之罪者,20年。 3. 犯罪重本行為1年以上3年未滿有期徒刑之罪者,10年。 4. 犯罪重本行為1年未滿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罪者,5年。 2. 前項期間自犯罪成立之日起算但犯罪行為有繼續之狀態者,自行為中了之日起算。 以下是幾個例子來解釋這條法律的內容。 例子1. 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假設某人犯了殺人罪,而這種罪行的罪重刑罰是死刑。 依據第80條第一項第一款,追訴權的時效期間是30年。 這意味著,如果在犯罪發生後的30年內,檢察官沒有起訴這個人,那麼這個人的犯罪行為將不再受到法律追訴。 但是,如果該罪行導致他人死亡,則不適用這個時效限制。 例子2. 三年以上10年未滿有期徒刑。 如果某人犯了重傷害罪,該罪的最重刑罰是5年有期徒刑。 根據第80條第一項第二款,追訴權的時效期間是20年。 如果檢察官在20年內沒有起訴,這個犯罪行為就無法再被追訴。 例子3. 一年以上三年未滿有期徒刑。 假設某人犯了詐欺罪,最重刑罰是3年有期徒刑。 按照第80條第一項第三款,追訴權的時效期間是10年。 這意味著,檢察官必須在10年內起訴,否則就無法再追訴這個罪行。 例子4. 一年未滿有期徒刑,居易獲罰金。 若某人犯了輕微的毀損罪,最重刑罰是6個月的有期徒刑獲罰金。 依據第80條第一項第四款,追訴權的時效期間是5年。 如果檢察官在5年內沒有起訴,這個案件就無法再被追訴。 時效起算點。 第80條第二項規定,時效期間自犯罪成立之日起算。 如果犯罪行為是持續進行的,則從行為結束之日起算。 例如,若某人長期非法佔有他人財產,時效從他停止佔有之日開始計算。 這些規定的目的是為了平衡公權利的追訴權與個人權利,防止過度延遲起訴對被告的不公。 停止佔到他人無法再給同,請按下報告。 我看好了,請下個字。